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动漫无声音乐主持游华儿 有一个题目我们很久没说过 也不算太久了 有些题目更久了 这就是漫画家系列了 今集我们要介绍哪个作家 作家画得很慢 他画得很慢 这个作家好像没听过 一部分资深的漫画里面他会听过他的名字 喜欢他的作品 但不出名了 就是你没听过真的没听过他 所以我们才要介绍 齐先生我们讲讲 介绍一些没有动画化的作家 这个就是他画了这么久的漫画 他的作品是没有动画过的 完全不复杂条件 加上我喜欢 他不是介绍一些记不住名字的作家 你认识他就记得他的名字 接着介绍的是水尚不知道 我很喜欢漫画家 他的作品刚才也说过 他比较小众 但你认识的话 就会很喜欢看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也比较多 他有几篇短篇和长篇 今天我主要讲他的三篇长篇 分别是他的《华星公主色役骑士》 《战国妖湖》和《云环》 之前也说过我和他的恩怨成熟 你怎会认识这个漫画家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会推荐这个漫画家 其实这件事是搞笑的 网上的漫画 即电子版 有几奇造行李特价免费的 我认识了一本 《天使商谈所》 看完之后发觉 都一般 他类似的 一集一集每一集 但那个是短篇 短篇 几个短篇在一起 后来再来一次就是《超人力团队》 这个故事就比较喜欢了 看这一套 是因为都是那个作者 或是不过意见到这个漫画家 过意看封面 有个女仔 有超能力 应该也是那些漫画家 很含血定 然后发觉好像不是 有些tricky 开始出现了 开始留意这个作家的名字 其实后来真的会看 就是《战国妖狐》 就是看完《战国妖狐》 之后才开始熟悉这些作家 再看回他的画星公主 就是这样的送序 最新就是看《云环》 即是你看短篇的漫画家 然后就找他的作品看 对了 没错了 为什么我会这么久才说呢 他有什么麻烦 他画的漫画多得是《月康》 大家知道《月康》有多久了 好像《牛者》 等了画会等死 《牛者》的概念 等了多少年 等到要消 差不多是 刚好 在早一段时间 他终于完了 《云环》又完了 接着到《战国妖狐》也完了 是时候可以开始题目讲了 可以完完了 终于完了 我一定会认识了 还有新作的部分 我们新作这集就不会说了 就是说他这几个三篇的长篇 长篇为主 短篇大家可以认识 第一篇就是《华星公主色役骑士》 这个是不是出道的作品 不是 其他作家可能画开某个类型的作品 但它不同 他画的时候可能三篇作品 就是今天说的三篇长篇 全部风格类都不同 我觉得都差很远 所以说你喜欢看这篇 但不就是他喜欢看这篇 我跟你介绍都这么说 刚刚看你第二篇 第三篇 第一篇可能不喜欢看 这个应该是挺多才的漫画家 多不多才呢 一人而二 当然我会推荐他大家说大家看完之后 就是可能看了第一篇 哎呦不合我看的时候 不要那么灰心 你看另一篇 第三篇看完下去 看完之后再一篇会适合你的 因为这三篇风格完全不同 代理的意思就是说 他想的好像九八刀小说 小说类型很多 多才想得多不等于他写得好 你要知道某魔法老师的作者 画了一本新衣作出来 他那本作品和他旧作是没有分别的 那很多作者都是这样的 所以当然会推荐 大家去画这么多作品 题材内容风格 可以说是不会重复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每一篇作品都看了一件事 就是人的生死 命运这件事 我觉得挺有趣的 第一篇 讲回正题 就是这个画声区骑士 其实故事就不会特别多讲的 这一篇时间 你不讲故事 我会有什么可以讲的 拯救世界的勇者 一个理念 一个兄弟 大佬 喜欢病發作 我要打破地球 阿妹说 不要我们玩游戏 拯救十二骑士和我们打 这个时候 然后对面又说 不行 我们拯救完世界 就要打破地球的故事 其实结局 如何地球都是被人打破的 没错 就是这个不停地打破地球的故事 不是 他们分开三方的势力 有一方 就不是为了拯救地球 如果那方胜利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打破地球的劇情出现 前提就是 有一个中二病 阿哥有超人力 他超人力 可以做神一样 他就说 这个世界没去玩了 他说应该是外星人 他没有说 不要理他 这是个大魔王 打破人第一次 就发觉地球很好爆 很好玩 我就打到警角斯 然后又去到其他平衡世界 再打下去 阿妹就说不行 阿哥不要这样做 他就弄了一些规则出来 就是十二骑士 跟他打了例 就是阻止他一哥 阿哥又说 我会这么好玩 我们一起玩 就是跟阿妹的规则去玩 然后来到这个故事轮流转去之后 去到现在的主角的世界 总之就是这么多次的游戏经济 和体验 全部都是阿哥赢的 阿妹就基本上没有赢过 没赢过 没错 也做多次了 去到今次的主角的世界 新的轮回 新的轮回 主角呢 这篇我们的主角呢 这个眼镜脑值日 不要理解 眼镜脑 有一个中二病患者 我讨厌世界 我要毁灭世界 但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没错了 中二病咯 有能力就不是中二病了 知不知道 他又不是很中二病 他在行为上表达不到 或者认识 或者认识 今次这一场游戏 选为公主的角色 就是赵比萊 赵比萊 赵比萊的梦想也是 威灭世界 一拍即入 他也不算 我觉得他小时候 没有这样的目标 没有这样的理想 是看到阿莉亚才是 他问题是想要 他开始故事前 就是要威灭世界 但问题是 这个世界被一个大魔王入春 那呢 玩具要用来打爆 的确是用来打爆 所以我们的目标 要先排除大魔王 解决完它之后 再用来打爆地球 于是这个故事 表面属于王道 一班勇者 打魔王的故事 去拯救这个世界 防止这个宇宙人 去打爆这个地球 但问题背后 就是这个 带领头的主角和公主 其实都是想打爆地球 没意思 其实就是类似 如果有找个三角杀 那种叛徒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那种情况 就会变成三角关系 所以这个是 最初是让Chicky有趣的地方 这个我觉得 他的设定 是写得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很少漫画家 在这个内奸的角度 去写这个故事 还有主角 看着你什么时候作犯 什么时候会和朋友告白 我才是大魔王 哈哈哈哈 因为突然看下去 就是暗杀自己有 但是做到好像 对面的敌人做 那种感觉 但是又好像 不太看到剧情 你会觉得他有一个王道的走向 但问题他又不是 当然这个作者故事 很厉害 就是他一开始 好像觉得一个王道的走向 正常是十二骑士 找一齐十二人打魔王 不是 还没责合之前 原来这四个经验 挺有趣的 他死了之后 发觉 公主会说 其实之前的几回剧情里面 就是几回剧情里面 死人也挺多的 这回合也挺好 死了这么多人 算好了 这次最好的 因为这个是经验所得 经验所得的时候 你未来的死人数 应该越来越少 不是经验的问题 因为这次的招比率太厉害 正常以前的几局游戏 就是其他十二骑士 保护着公主 不要死 公主站前面 最重点是公主的设定 历界公主的设定 都是这个很柔弱 要人保护的角色 他的用途就是被人抓 但是这个漫画就是反王 公主是非常强劲的存在 完全是不需要骑士去保护他的 甚至乎骑士危险的时候 公主会出手救他 这个是有趣的 同胞尾齐已经死了几件 接着公主其实不需要同胞尾 其实同胞尾齐 其实是同胞尾齐 特大上他们的战斗过程不重要 他不是女版的一群超人吗 差不多 其实作者是重点的 是想通过每一场的战斗故事里 是带出每位角色的故事 一个重要的就是 他通过每一次的 十二位土人楼和骑士聚集 一起之后 他们会讲这个骑士的故事 是他的过去的经历 和他的理智 但通常说他过去 基本上就知道他在闹事 因为他们退场 最早讲他过去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是潜尾一个角色的故事 没问题 过去的过去 要保持一个角色的形象 过去之后 死了?你不是很厉害吗? 你以为十二骑士 都齐杀十二个人才会死 他不是 他就说 其实未齐人也会死 不好意思 齐之后 不够人 之前已经死了 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会有趣 你猜不到他会怎么死 保持一个紧张感 就是说你真是 被读者真的猜不到 那剧情接下去是怎么发生 他在黄道没有邪道 他表面是一个黄道的宅客 那么多位用者的故事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 随时会死 尤其是说 纳杀奇 我说我要帮你去 如果我喜欢你 你也会死 你认为战斗力最强的 不会死吗? 又不是 你认为战斗力最强的 是因为受到这个主角光环保护 又不是 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 都会死 但问题又来了 会死之外 他打斗其实不是特别的 因为为什么这个作家这么容易拍呢 他画风很特别 总体的故事 他人物比较直不甩 尤其是主角 当角色伸出来的时候 发现他的手不是人的手 而是基贤的手 他的手是正方形的 不拉蒙的手 五条薯条出来 不过不要紧 他是风格 他是什么苦奸徒弟 他画到后面 至外遇无第二步 才开始圆滑一点的画风 其实之前也是这样 因为是薯条手 骨架原来直不甩 不过不要紧 这个不影响他爽到故事 读者接受就可以了 我会介绍他 因为这个总是故事 其实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说过 他重点是讲角色的播剩形象 他不是重点在故事那里 他故事打的剧情 为什么打打窩 总之我们有了情报 我们今次锻炼完之后 下一局一拳 一拳打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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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之前说拖很久 拖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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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的契合度不够 或者他的能力上 但是他下次打的时候 就会有改进 其实这帮人都蛮严 Crowman是QB 你明白了 12骑士 这帮地球人 为什么会见到 因为今次打窩打到家 他们要打 但其实他们没有报仇 不会特别有好处 他纯粹是被他们碎 地球爆炸就玩完了 没错 但问题是你了 公主那边没什么 金普输了 不要紧了 走完世界再玩 你看到死人是很悲伤 但问题是人类死就是死 但那帮12骑士那帮兽 那帮兽 黑湾会翻生 可以就出来 看见你了 我们想玩你死了 不要紧了 看见面 这些是QB 人在外星生物的感觉 你们是低等的 不是生物 低等的玩具 被我们用来娱乐用 在中段才可以说12骑士 这是一个游戏 在中段才可以说 前面不说 很合理 这是放布袱笔 这是吸引人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世界 会发展成这样 为什么会有个锤子 因为前面你还要介意 赵比奈 他和他的角色 剧场锻炼 升级 他怎样省他 不是 总备 光复的时候 一直想到 怎样做战斗的准备 但问题是 你没想过 其实根本整班有一个游戏 公主阿里亚 其实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游戏 总之今次要打八哥 打八哥 下班世界再打过 他们没劇气 这个世界 打到可以为止 上次死了三个 今次死剩六七个都可以 不错 成绩很好 死剩六七个 但是地球也是毁灭了 不要紧 下一回合我们再来玩 哥哥是不是进去 因为我看完之后 就是QB 他感觉上就是 玩完一个游戏之后 就把PS reset 重新玩一次 他有说过 这个是平人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他们本身的过去 问题就是 你reset了之后 你新的世界 这个世界都不是他们本身的世界 他们都不在乎 他有一个生死的轮回 就是 他有一个生死的轮回 今次就是说 你哥哥死了 下一回合 哥哥回生后就打过去 这一阵你杀了人 但这一阵可能是 过去你们的父母 死了之后 这个世界没有你 不要紧 他们就打下去 就是他有一个循环的情况 就是 今次你可能打人物 关系 会设定下去 去到后期的时候 会出现 一步 是人生的 他想说一件事 刚才我可能也说过 他想说一件事 就是人的轮回 人的命运 但他这篇 他想涉及到他说 但是他说不清楚 报了一些谜题 就是古书也说过 里面有其中一个角色 将来就会是 大魔王的父母 祖先 他杀了之后 这个世界就会形成他 原来他这个世界 就不同于他的世界 即是平行的世界 即是他开始说到一些 先后次第的英国关系 但是他不明显的是 不是他好像跳世界线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是啊 他开始报这个 好像跳世界线的问题 但是他不明显说 我相信他也不会深究上去 因为时间理论 其实这些很难说的 很难说的 他不会特别说 他可能说 全世界已经毁灭了 平行世界你不要理他 他没有特别说 总之 你的目标是守护着这个世界 你利用新人的世界 可以说完 可以布出来了 这是跟后面其他作品有关系 总而来说 这次他这个 《华生区史迹奇事》 他有 比较的就是 很喜欢 他的角色 魔王也好 主角也好 也很喜欢 他初尝试的作品 初尝试的作品 其实 我觉得 我推荐给各位的时候 你这个不会喜欢看的 因为这些东西太喜欢了 也不是 我看的时候 也觉得算是吸引 就是他在一个王道的剧情上面 插上一些斜的道理 有一幕很深刻 就是说他们 成功打败了他的歌 想着地球已经获得拯救的时候 阿里亚一句 故事还没完 接下来的世界 已经不到我 你问你的公主 我这部几个下缘了 然后那些企业都动了 不过时 其实是 接下来公主带出他的 专属的骑士 挑战世界的情况 我觉得蝙蝠的画面 是挺有趣的 不是 这个是报了出来 你预认了他一定会造反 不过问题是什么时候造反 然后和大家说 哈哈哈哈 我才是大魔王 但那篇完结也算是挺短 相比起全面的长蝙蝠 拯救地球 和毁灭地球 互相对抗的蝙蝠 其实那篇数是挺短 我记得好像是三四画 已经结束了 毁灭地球 救了公主 公主想毁灭地球 变道 不想毁灭地球 蝙蝠的转变都挺短 因为他转变的位置 他前面已经报了 这个故事里 他铺了很多剧情 放在主角 他的眼镜佬和公主交集的感情 全铺了 后面是将这些酝酿感情爆出来 我的意思就是 他铺陈了这么久的伏笔 那个冲击力度不够 反差的感觉 每个人很开心 拯救完世界 谁知道后面还有一个真正的大魔王 要打的时候 那个冲击力度不够 我觉得不是短的问题 你要毁灭世界 毁灭世界 就算男朋友也要毁灭世界 你要坚持你的理念 你应该拖着男朋友一起 毁灭世界 你应该说 人生的经历 或者过去的经历 其实很重要 对影响一个人的思想上 和成长 滑色公主 其实算是差一点 有些地方他做出来 但找不住 但这几个理念 后面两篇作品会比较好 下一篇就是战国妖狐 战国妖狐很厉害 其实我怎么看他呢 战国 日本是战国 妖狐妖怪 適合我口味 看完之后 战国 是什么来的 背景是战国 妖狐 好像不懂 妖狐已经不懂 战国不战国 妖狐不妖狐 不是有战国 但是很早期的战国 战国的历史其实是有 他的故事也是一个 请救世界的救世子 兄妹 就是三活送火 和金法的妖狐 宋火其实是人类 但是他想做妖狐 妖狐 但是妖狐 她是妖狐 但是她很喜欢人 她是想认清自己身份 我是一个妖狐 但问题是我喜欢人类 宋火就是我访定我是一个妖狐 就是妖狐 就是妖狐 这两个兄妹 矛盾的感情 这两个子弟 在战国周围烈誓 永六七年 没再记得是永六七年 开始说永六七年 战国以为是想做那些东西 谁知道真是 可以给你吃虐狐 很喜欢玩这些东西 你懂就懂不懂 可能就说 要拯救这个世界 要维持战国和平 要维持人类暗的和平 幸福快乐生活 这是姐姐的理念 是的 弟弟就是 我要找这个世界 让人类暗 可以和姐姐一起 妖怪活得很久 人类活得很短命 我不喜欢 我要喜欢姐姐 他过去的很多经历 都是表现到 让他看到 人的好 不好的一面 反而是 他接触到的 暗反而是 比人类更加 適合相处 他这里其实是挺有趣的 日本的战国 其实是 人和暗会互相生活 暗会会食人 暗会会食人 暗也会有一个 断怪众的人 会对付他们 即是那些增兵组织 但那些应该是人 但要为了对付有能力的妖怪 他自己一定要 有禁断的研究 要自己有能力 才可以对付这些有战斗力的妖怪 可以尝试一些人和暗的结合 即是改造兵 即是人体连城 对 对 你看看 很王道漫画 有妖怪 有人类 他的组织 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设定 即是你身为人 你想守护人类 而不禁止被妖怪入侵 但你竟然动用妖怪的力量 这就是一种矛盾 因为以致之矛公子之盾 你看到后面他们被人打到一波路的时候 你会发觉 他们是走错路 他们是走错路的 即是在侯爷大决战 他们不是用这个方法 因为他们本来用咒的方法 挺有趣的 不说了 这班所谓的正义使者 所谓的正义使者 那是什么 其实真正的主角 他分两部 前面的部份 我讲宋伙 后面有另一个角色 千叶 这角色是纵观全篇一二部 我觉得是真难忍的 真戒 他才是真正的主角 在针里面 他会是主角 一个普通的农夫 立志做武士出去 看到一些非日常的事情 碰到他之后 发觉 我应该会是力量的 我收益一下 他会变主角的 不好意思 一刀被砍死 不是 一刀被人打在第一刀 哪有被人砍死 他跟祝利亦斐打 一刀被人砍下去 他打飞了他的刀 就是这么说 针里面 通常封制增加的角色 应该会做主角 可能得到神秘的力量 变成了很强的角色 他最后得到神秘的力量 这段怪众是怎么 看到有不耐听的妖 打死他 他不是不耐听 见鬼就打 甚至乎 他已经演变到后面 你看到妖怪 就要诛灭他 非我族类 你不是人 我只要诛灭你 我无论你是好的妖怪也好 不好的妖怪也好 我也要诛灭你 但是真戒会走这一条路 他开始研究如何人和妖的沟通 因为他明白了 这个妖之后 尤其是他妖妖是妖的 这个很重要 他妖妖是妖之后 可以随着哪种妖的沟通 你要知道前提 他妖妖是未来的 他妖妖就是一块石 一块针 总之他重点就是 人和妖怪的共存 这两个理念 是理想的理念 现在可以有分别 对了 她的真戒其实就是和妖狐一样 都是想人和共存 妖狐就是口头说的 真戒就是用一个 类似优戒光事的概念 直接去心灵和他聊天 不止不止 他还有什么挖个洞 我扔你下去 你不要吃人 你吃饭团 这个是后面的 这是两个互相理念 那些是纯粹监禁 监禁完你 你屈不屈服 不屈服 我明天来过 沟通的时候 就用这个优戒光事 其实这里是beach 优戒光事后 其实是一个扭转性 百关键的样子 就是这个作者 他报告很深思 他前面很多细位 你觉得好像很奇怪 很随便的设定 就是 我家有个家人的 我哥哥的 信火说的 我哥哥的 其实你觉得 没事的哥哥 后面原来是出来的 但我觉得 其实出来没什么用的 有用 大剧情的角色 他是设定了这样 因为信火 他是妈生兄弟 他是精灵眼 但是不是设定 他妈生兄弟 只要其他一个死 一个人会死 所以他哥哥 变成了一个人质 连连看生命 你开始会虚弱 后期他会说到 姐姐妖狐 然后姐妖狐 原来她没有战斗力 她没有战斗力 要靠弟弟去打 后来 姐姐因为她弟弟 信火 被人困了 被五人捕捉了 他想办法救他 亦都可以尝试自己锻炼 即是她开始回去 之前锻炼 她要明白 当他弟弟在他旁边的时候 他就说有战斗力 但如果当他弟弟不在 他什么战斗力都没有 都没到什么都没有 变成做很多事情 其实很不方便 所以她后面都可以参加 只不问题她参与都很低 我觉得不合理 反而你说她参战完 突然战力超厉 我觉得反而不合理 第一部剧情大概是这样 第二部 八年之后的剧情 就是前一作里面 段贝山里面 段贝山里面的 段贝山 段贝山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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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贝山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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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有尼姑的 被一神捕捉了 那不是一群男人 总之说第一部被山神捕捉了 那两个 一是龙结合的父亲 他有个儿子 他和一次妖怪结合 他有次的角色 这个就是第二部的主角 他第一部很短的 后来又看回 类似前主角色 介绍角色人物 顺火这位人变了暗 退场之后 那个故事暂时告一段落 即是不可以以第一部主角角度 再写故事下去 要开脱新线 因为第一部的主角 不知道他在哪 已经瘋了 已经走火了 已经瘋了 他德常所言做了暗 但问题是失去理智 由这位命运注定 要由他来解救 这个信火的对手 或者千叶做主角 反而和他第一部的男主角 刚刚相反 第一部的男主角 就是说他本来是一个人 羡慕妖怪 我想做妖怪 但第二部刚刚倒转 虽然也是一个人 但他已经截入了一千只妖怪 他某方面 比妖怪更多 他已经不人妖怪了 但他的志愿是想做人 志愿不是做人妖吗 人妖的人生就是人妖 我明白的 千叶的目标就是 他想做人 但问题是他的力量 都可以效力耐心接受这个力量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 最大的问题是 因为你个人有力量的时候 就会很多做的事情 会用力量伤害到其他人 他就越来越害怕 他拥有自己的力量 所以他就发了誓 他不用这种力量 但到某些事情上 其实他不用这种力量 反而会导致更差的结果 譬如说 有些身边很重要的人 被人捉走的时候 他不用这种力量 他怎么救人呢 他就会产生一个矛盾 我觉得这个剧情 就算写得挺好的 不是 挺有趣的 原来他的父母 当年就是因为 被这群妖子灭了村 死了死了死了 他的儿子 才发觉 他的儿子要力量保护自己 不是 这个很重点 首先他因为 他那个教 众本生的教 那个教就是 看到妖子 就要诛灭他 他很信奉这个理念 出巡的时候 就常常都打 杀杀了那些妖怪 妖怪他自己也有家人 他来报仇的时候 就相害他自己 觉得重要的人 可以看到 变成一个仇恨的连锁 所以他的儿子有力量 其实也是 当我子有有力量之后 可以跟他打起妖怪 他这就是真的仇恨 但问题 这次有时候 他看到的 真戒心灵道士でしょう 他这个讨厌 我很看 真戒他是一个嘴炮 他不会让他أ打那些人 你看到他 establish 他就像他ющike 而是他 他们掌握着腰 都是以为自己会很厉害 风魔腰 也知道 会被闔反上 他们反而 安全点 重点是 但是沒有能力的時候不會突然變成有能力的人 就算你是一個廢人 二世界有超人力之後你也是一個廢人 不好意思 你不要看得那些黃道漫娃太多 當你撿到這個寶刀的時候 你就會自然成為這個勇者 針是這樣 這裏不是針 我不好意思 這樣會中了主角 這套有趣的是 不同角色 他力量的強弱 他有不同的分層 我說千夜我要力量 千夜旁邊的女兒月湖 我都要力量 但他們兩個的力量是不同的 雖然不同的 好像你覺得千夜很厲害 但萬一千夜有些地方做不到的事 越湖做到 越湖做不到的事 師傅增加做得更厲害 即是他不同人 他們所謂強弱是不同的情況 懂得做到的事是不同的 還有其實去到後面打的大哥都是一樣的 他們三個人去打 有一個是龍偶很厲害 有一個是千夜 有一個是普通和尚 即是一個老爸同輩的人 但是對手都說 為什麼那個人靈力明明最弱 難道他才是最強的那個 即是你見到最後 救殺所有妖怪 不殺一人的情況下 千夜想做這個要求 但他做不到 如果他有其他人做 他拖著做不到 這件事是後來師傅 真假做到的 一個人救殺所有妖怪 逐個逐個優惠光少 即是逐個嘴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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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炮什麼時候都是最強的 最後就是全部人幫殺他 土地神也幫他 其實那是瑞德技能 走到他旁邊 瑞德 相信我之術 然後就會變成紀方 你看到連千夜都變成紀方 千夜都幫他的 所以他是後勤 土地神 你見到的 他不是直接打的 他是在後勤部級 小玉叫莎莎幫他 預知靈魂 不要緊的 真假叫土地神幫忙 行 你叫我立即去做 小狐為何之前 不斷說得失敗 他沒有相信我之術 不是 他是沒有把好感度拆滿 即是那些事件 做清他 那些心心弄爆他 什麼要求的時候 代價就會低很多 最後為什麼莎莎莎 要妖狐他們的靈魂 真假幫我做了這麼多事都可以 這個真假真是真男主角 不好意思 快要什麼了 快要連生神都嫁給他 我記得有人吐租他 你搞了他幹什麼 你不是想弄個妖怪後供 全部都要殺他 你見到千夜哄念了雪女 千夜是優戒光是救發雪女 雪女變了後供 你越來這樣說 我反而才會覺得 真假才是這套漫畫的主角 他也是後供 他就可以有妖怪穿天 這套漫畫的主角 他比較長篇 其實這套漫畫是比較動物化的 剛才說 《惑星公主》是王道的劇情 加一些邪類的內容 其實他沒有什麼邪道 他每一個戰鬥畫面 其實都是王道貼 王道的話 其實動物化是可以的 但我挺喜歡他的設定 就是他的角色 他經常都會把他的隊伍打亂 例如今次是A加B 然後B死了 然後又會出了D E去找A聘組 例如E離開的時候 又會加入其他人 目光在漫畫上 變成很多不同的組合 去講故事 我覺得這個是挺有趣的地方 我們去到最後一部 就是運環 集合之前兩部作品的缺點 改良了之後 改良了缺點 我還沒說完 優點其實也有很多 又是一個講故事時間 第八世 每一番七世的恩怨 都要相愛相守 類似佛家概念 就是一個人 為何我會跟你認識 為何我會跟你仇家 或是你的恩人 或是你的父母 這是之前幾世的緣分 積落你的 其實挺有趣的 總之就是前世 有一個男主角 又叫佛陀納 其實很單純 他是一個天才 他會請他朋友 怎樣請他朋友 就是毀如殺全世的人 用他雲環出來 然後他的朋友 女兒就不值得 因為他是殺全人 所以要討伐他 就賣單 然後兩個相愛相愛死了之後 他們兩個的恩怨 一直糾纏了七世 他第八世 終於要賣單 簡單說完 有趣的是 主角一停回憶輪迴的時候 他不停回憶一世一世之後 他的記憶會累積回 也都知道自己前世 因為可以看到 他之前前世 他們不是不知道自己前世是甚麼 但問題是 好像是尋無無緣 總之我看不到 總之我看不到 其實最初是你 為何會這麼壞 總之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一定要我們互相了解 一定是 總之我們互相溝通 這種情況會是 因為他們前世沒有雲環 他在第八世才拿回雲環出來 這個相愛相殺的故事 就是一個 我會看這個故事 在水上有一個特色角色 他會集中說一個角色描寫的形容 他故事不算鋪得很漂亮 可能是一些小小的位置 但重點是 他的角色形象夠鮮明 夠有角色 他又通過一個角色的七世描寫 互相寫出一個角色形象 之前我們說過 剛才你說 旅程中 A、B、C、C、C、D、D D可能變成E 角色可能會連貫斷了 但這也不同 他每一世的輪迴 見的人都類似了幾個人 那幾個人的角色 其實角色都差不多 他可以很容易建立了一個 新形象的角色 角色不用變 角色不用變 也是那人來的 舞台劇就是每一個角色 就這樣做舞台 每一次有一個新的故事 新的單元來做 這個輪迴又跟我們想的不同 我們想的輪迴就是 由過去到現代 他的輪迴不一定跟時 可不一定跟這個世界 例如說 《華塞公主》有平衡世界的概念 《繞湖》中 可能有千年的感情 去到他這裏 輪迴可以是輪迴他的未來 即是你的輪迴不一定是信時序 不一定是信時空 他這個世界都可以 挺有趣的 他每一世都看見的人 好像差不多 但有些人 會離離開會脫掉的 就是那一世完全沒有出現過 沒有出現過 然後就說 他的緣分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你跟他脫掉完之後 你不會再看到他 即是你會看到輪迴脫落 可能今世你一起喝酒 下一世你會不會見他 今世你老婆 下世可能是你女兒 再下世可能是你媽媽 其實挺奇怪的 但他又會接觸一些新人 會接觸新的人 但舊的人會離開 有一篇故事 一個武士 手上一條路 即是護送他們走的時候 他死了之後 他在地幫寧 他沒有輪迴到 中間一個第六世故事 他們未來世界 34世紀 喊人幾乖 全部困在一個樓裡 即是他們說 人怎樣長命八歲 即是現在你說過的 冬眠 死了之後 把你的大腦困住 冬眠住 期待將來可能會回生 但會形成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人沒有死 就不會輪迴 不會輪迴 人就不會出生 這個世界出生 不一定在下跌 他會講到很多生和死的問題 其實這是很多好生命的事情 我覺得雲環會是 即是有限制性的輪迴 是 數目上限制 即是你保存了這個靈魂 在這個世界上 即使他已經不是這個生的人活體 他就不可以叫做新的人出生 即是他會講到 前世可能你整班人都死了 不過不要緊 可能是很悲傷的事 但是他下一世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面 即是可能前世未了的緣份 下世會看到一面 這些其實應該是說基本這件事 類似的 他又不是說你報應報仇 他是不停輪迴 互相發展他們的恩怨 但最後他會講到福立圖做什麼 這個大魔王 就是要回憶真正的身上 才會傷害傷殺 當解決這件事之後 其實很有趣 福立圖是第一世 但問題是他通過環 他知道未來八世會發生的事 然後他又覺得這個任務挺好玩 他要跟著這個劇本 跟著八世走完之後 他想著可以殺死對面的女兒 殺死對面 不過問題到最後 他脫了手 世界和他所知的未來不同了 然後就開始被人打了 前面就說過 《水上不知》 所有作品其實有少許位 又橫向相扣 他由《博色公主》 到《蜥蜴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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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了話 這個世界其實 在上衛了一些上衛者 他們會管主的世界 這班上衛者 其實就是 第六世的時候 開始隔了這個世界 開始報了一些東西 第七世 被阿豐子 豐子就是主角的轉世 聖展門給了女生 就給了一個道具 而豐子 這個道具就開始干涉到《蜥蜴騎士》 讓他們沒得做的轉世 被人收回了 就是 裡面說了一些東西 你不明白的 沒關係 這班是很厲害的惡星人 或者超人力者的神 超越人類的存在 是 上帝來的 沒錯 如果你有看過《水上不知》 他們說這些對白 其實是暗示了其他作品的故事 即是誰誰 下一世會怎樣做 要去哪個世界 處理某些妖怪 其實就是在說著《蜥蜴》的故事 將《蜥蜴》 把所有前面的作品的邏輯 或者劇情報筆 有多有趣 我另一個人覺得這個作者有趣 其實那些人很耐用 你會發覺 面一樣的 差不多 我不是這個意思 面一樣的 你可能找陳某那些 不知道 他的意思可能是 他那個角色 你看到《雲環》 他用的模式就是轉生 如果你說《戰國妖湖》的話 其實那些人是之後會出來的 其實他的故事其實分開兩部分 前後兩部分 內容 你可以說是承接的 但說的東西其實不同 後部分說的可能是 最後部分 你可能說人類過度干預自然的東西 可能中段和前段 可能是一些人性的東西 就算你說《星公主》 那些人都有重用的性格 因為他有第幾次遊戲 所以這個作者很有趣 他不是很偏向會創作一些新的角色 你很少看到 例如那些少年熱血漫畫 你總是會看到的 那些路人來做完一陣子 對 那些出來沒什麼用 他要多人 他才可以砌一張Poster出來 多些人氣 那這套就沒什麼這些東西 他用來用去都是這些 用回舊的東西 因為剛才就說 他不是說故事 他是集中寫人物 他由這些人物去組成故事 你看到剛才《照耀胡蕊》一樣 這個妖怪這麼壯面 前幾集他出過來了 他出來不斷 不斷搞啊 就是剛才我這樣說 雲環也是一樣 他在《照耀胡蕊》 可能你出的角色 他只是露人而已 出了一集 過幾集 過幾年又出來 你不要記得他做了什麼 但是雲環他好著是 他把這些角色 他每一次出來的時候 因為記得 前世堂喝過酒 前世堂一起砍過的 我記得他這個角色 互相連結緊密了 為何雲環會把前幾部作品 有些缺點改善了一點 就是 是不是要告訴讀者 這個角色 之前不是好像那個人 那個性格 你今世不喝酒 原來 怎麼會這樣 他變成 他那個人 那個角色 有些背景 設定改善了 就成為一個新人 雲環面 就是每一世 你是一個獨立的人 但你這個獨立的形象 或者個性 會受你前世影響 我以為 你這個妖怪 為什麼今世會 又看到你做什麼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 偷偷躲躲躲躲躲躲 躲躲躲躲躲躲躲 他個性會一起繼承 但他繼承 同時會改變 上次打理不到 我今次用妖屬 下線都用火槍打理 總之火槍被人踩爛了 就是你看到他們 有一個繼承 但繼承同時會 一路進步 你明白 隔了八年 看見你應該會聰明一點 他有一個巨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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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漢金光的機械人 他就說人時間會傳承 會中步 或者會改變 但說回憶活那裡 曾介有一次機會 可以扔死千爺 他那些刀也沒有扔下去 他又救那些 後來 他會去後面逮捕 報回你了 人會變 妖也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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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影響 會是會影響 你講清楚 曾介他當日沒有一刀殺千爺 後來引到千爺 可以變回 有機會 做一個好人 救回那 救回信火 他故事沒有特別講到 但我會感受到這個設計 這個所謂的 緣分 這其實應該是 因果報應那種關係 他又不是特別講因果 他雖然說輪迴轉世 但他沒有特別講因果 我已經是戰過妖惠 剛才那個結論 其實是因果 你之前施了因 給一個人 那個人 可能之後報回果 未必是報給你的 可能也是施恩給另一個人 是有這樣的感覺 我請教他 他集中說的是一個基本 緣分 或者是命令 戰國醫護入面 那些所謂的 過去世界居民 他們的國家要避免滅亡 他們要找千爺和信火 但問題是 因為他們不停扭轉命運 命運要他們死 他們不停要死 他們種東西連連風修 出口連連暴魚 要風修的時候 扭轉了命運之後 命運要他死 其實他怎麼會避免 就是講這個命運 這件事 就算 劃昇公主其實是明顯的 戰國醫護會提到 去到雲環一提 命運這件事 其實是捉摸不到 但是會影響著你的 會是 他很強調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就是 這件事就是 灌載了他這麼多作品 短片都有提到少少的 不過短片明顯 就是長片會報得比較多些 這個應該是作者的性價 善長寫這些 我認為有趣的是 他講了這件作品 他的題材風格不同 但他裡面的中心思想 其實都是跟作者同樣一致的 沒有什麼變改的 還有有些東西很有趣的 就是 他的作品 我覺得背景畫得挺有趣的 背景的意思 不是故事背景 是畫畫裡面的背景 例如你見他畫樹 他那種筆畫 我覺得比較少見 是導彈來的 導彈的靈體 他是生神的導彈 但是我覺得 其實他的畫法 不算常見 過很多時候 他只是懶得背景也不難 是啊 但有時候有些位置 怎麼說呢 這個作者 你不會看畫工的 故事 剛才也說過 三套有不同的風格 其實是好看你個人的 但其實大家說故事的組織都一樣 其實你主要是看他 筆下描寫的一些概念 想表達的東西 以及一些人物的性格 其實他幾套都會貫穿 因為那些人物的重容性很高 你對那個人物的了解 又會很透徹 也會照顧不斷的事件 你會看到他一些東西 但其實這個作者 跟其他人有個 比較不同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你對那個角色喜歡 我想他擅長寫來寫於一種 比較是真性情 還有那個人是所謂化了 舉個例子 用戰國擁護來講 去到最後的話 主角回想過去 除了那些男女CP以外 你想一下 其實他其中的那幾個人 就是什麼呢 將軍 祝利二輝 虎之悼念 那其實這兩個人物 其實就是很明顯 就是一二步之間 最出就是說 這兩個人是很隨性的 很隨自己心中的意獄 去做一些事情 也都很專注 這個是很有趣 你可以說 如果他們是一二步貫穿了之後 有一個就一直都保持著 那就是剛才你最喜歡的真男主角 阿珍戒 我覺得這個作者 其實他寫這方面 他就用很平淡的辦法 他不會說這個人有什麼 很特別的能力 但是他去表現給你看 就是這個人 他的吸引力是透過他去真 是很簡單的 出職 是的 他設定的角色 他有故事的背景 他的藍材宗旨 好像那幫許介之文 他們要救國 他們要做的事情 最後發覺這個路不通 他們要釋懷他們離開 其實是很順利的 你很成長 為何之前 赵比萊 華西公主說 鑽席很突压 但去到戰國以後 其實這個問題已經沒有了 因為他轉得比較好 他開始中步 其實他每一次長篇 他都會中步 即是雲環 他七篇故事 其實七世的故事 很明顯是他已經想好了 他都想好了 之後畫了長篇故事 他轉得好 其實將來 我不知道 可能將來發展畫得好 好像牛媽鋼年一樣 故事 劇情沒有任何遺漏 今次我看到 畫生好像有一些地方 雲環可能有些地方 可能不吸引 可能一些人看不習慣 將來畫得多些 會不會有些像牛媽鋼年一樣 越來越接近越來 我這種感覺 即是畫功 可能畫得好些 戰鬥 可能畫得好些 在類似的情況 我相信畫功 應該不會太大 好的 戰國以後面 因為越湖的身材已經算正常 不是直不甩 之前那些直不甩的薯條角色 怎樣正常 人家有捲頭 也有些 第三期封面 戳眼哥身形 真是黑黑黑 所以我明白 他是顏色 所以你就說 我已經說了 這個人不是看畫功 你為何要在焦點 那些位置 可能畫功畫好些 故事其實沒問題 他的想法 人物OK 可能再去整理好些 會不會畫得好 像過年出色的作品 我會期待這件事 看下去 看不知會不會新作 他的作品 有中文單行版的 短片好像不見 我在亞馬遜 那裏訂 有時候訂開的 大家可以看中文版 支持一下 他的作品在哪裏連載 也是 月刊的 好像叫做 那間什麼月刊 comic play 有時候轉過 好像戰國以後 中間斷了 會轉過一個漫畫 他不是經常連載 我都是看單行版的 多數是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今集會看他的作品 留意這個作者 沒錯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各位 偷聲 拜拜